嗨 各位小財神們 大家好啊 今天過得還好嗎 我們今天有一個優惠速報 來看畫面就知道 我們這個中信LinePay卡 它要換新裝了 哇 我也覺得很期待 到底怎麼樣才能夠拿到這些 最可愛 最新的卡面呢 我們今天的優惠速報 就是來跟大家聊聊這件事情 好不好 我們趕快往下看 來 今天的本日優惠速報 會跟大家聊到三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 中信LinePay卡換新裝 全益升級 到底有哪些好康可以A 等一下就知道 第二個 如果你想要累積LinePay點數 可以使用哪些信用卡呢 提供三張卡片給大家參考 第三個 寶可夢的振興小秘密 也會跟大家一同分享 想要A好康的朋友 千萬千萬把握機會 好 來講第一個 中信LinePay卡終於要換新裝了 推出三年等了好久 終於又有新的卡面可以看 我們真的好生期待 來看看它到底有哪些卡面呢 哇 這個 就是我們都是我們台灣的 非常道地的一些美食 比如說珍奶 然後還有這個鳳梨酥 然後還有小籠包 然後國父紀念館 跟這個天燈的部分 哇 我真的是覺得 這些卡面我真的好想要全部都拿 但是我覺得中信可能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大方 所以如果你想要換新卡的話 你覺得 我覺得你應該還是要付出一點點成本 比如說換卡費 或者是說一個人只能夠換一張 因為之前的慣例就是這個樣子 我相信它的發卡成本一定也不低 所以每個人大概有只能夠調一張最有興趣的 然後可能就是 也許他佛心來會免費 但是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我們要看7月1號之後 正式的公告怎麼樣 請你鎖定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還有我們的粉絲頁 我都會有最新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喔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就是到底這次有哪些優惠呢 他這次提出來的這個 端出來的牛肉就是吃 好不好 就是這個我們頂太風的小籠包 如果你是1月1號到9月30號 拿新的卡片來累積消費滿5000塊 他就送你一份這個所謂的外貸券 限量1萬份 所以你需要先登錄 如果真的有想要A好康的 請你在7月1號申請卡片並且接任務 好嗎 第二個就是受邀飲料量一下 7月1號到8月31號呢 這兩個月就是五大的指定 飲料店比如說50欄 迷克夏大院子茶湯會 跟可不可熱成紅茶指定分店呢 來用LinePay綁定LinePay支付 就可以來這個享有5%的LinePay點數回饋 然後上限是100點 好 所以就是刷應該是500塊 然後拿100啦 對 500塊的18是50 對 那是 我想一下喔 LinePay是5% 100塊是5元 所以應該是500是只有50 500是25嘛 所以1000塊才50 所以你大概刷2000吧 刷2000可以拿到100點喔 大概 全家人去消費個大概兩次三次 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也沒有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就是提供大家參考 它就是有一個額外的加碼的優惠這樣子 好 第三個的話就是微熱山丘 微熱山丘不是在台中彰化這邊嗎 非常的有名 那其實在台北也有不少分店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這個所謂的鳳梨酥的朋友 也可以考慮就是 欸 使用中心來Pay卡 然後來解任 可以拿到10%的回饋喔 好 上限300就是買3000 然後就是拿300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它這個新卡上市推出來的這個所謂的三大美食名店優惠 不曉得大家是不是都已經想好到底要拿來買什麼東西了呢 好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再來往下看就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卡片的基本權益 好嗎 這邊 中心來Pay卡的權益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畫面就是國內1%海外2.8 這比起來好像沒有非常非常特別的突出 它也沒有針對新卡來做這個權益升級 但是呢 它下面有三個部分是做加碼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它的預席卡升等為商務預席卡 所以你可以享有的是商務預席卡的優惠 那當然大家最在乎的就是商務預席卡的年費不是更貴嗎 但是呢你不用擔心 它這個商務預席卡的部分呢 你只要綁定這個在LinePay裡面 並且使用電子賬單 你就免年費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 商務預席卡有一些機場接送跟餐飲優惠的領域 你也可以去使用到 但前提是要疫情結束之後才能使用啦 最後的話就是它有一些精選的飯店優惠有2900起跳 詳細的有哪些這個所謂的飯店優惠 我們還要再看這個官網公告的時候才會知道這樣子 好所以這是我們這次權益變更跟畫面 我們卡面更新的一些詳細的情形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是新戶申請 新戶好理三選一 第一個就是有授權旅行箱 然後第二是8吋的電風扇 也都是授權商品 第三是LinePoint 500點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還是LinePoint 因為LinePoint你可以在Line庫券上面買很多你想要的東西 其實你就不會被受限於就是限定的商品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呢就是如果您想要累積這個LinePoint點數 你可以使用哪些卡片 這應該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因為畢竟有一些是聯名卡給的特有的優惠 有一些是專門累積點數用的這個優惠 這個我們玉山Only卡在里程界也是有很大的討論 因為有一些航空公司里程聯名卡 它就是可以拿到比較多的權益的部分 但是呢玉山Only卡它的強項還是在於這個刷卡累積 點數兌換里程的部分 所以它還是各有千秋啦 所以用在我們的這個Line LinePay的這個所謂的聯名卡上面也是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包可夢推薦三張卡片 第一張是中性LinePay卡 國內1%海外2.8% 加了一堆有的無的的權益 就是這張卡片的特性 供大家參考 所以你如果是想要主力的話 也許它的點數回饋不是我們市場上最高的 但是呢它絕對可以讓你吃到很多特點優惠加碼 這就是聯名卡的魅力所在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我們現在最夯的聯邦Line點卡 從7月1號開始搭配訂戶支付 LinePayMani來繳聯邦卡費 一樣還有2%的加碼喔 所以這樣加起來就是國內2加2 就是4%回饋 那如果你是海外的話就是3加2 加起來就是5%的回饋 這個回饋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那當然如果你使用的是理財型白金卡 或者是理財型無限卡 就是8加2就是10%的回饋 這真的是很厲害 所有的聯邦Line點卡的優惠 你都可以就是聯邦信用卡的優惠 你都可以把它加總combo起來 那麼台北富邦銀行的這個J卡呢 它的特色是國內1%日韓3% 現在不能出國很可惜 它就不是所謂的旅日神卡旅遊神卡了 但是呢它還是有轉型做那個所謂的 防疫宅經濟的部分 不論是這個所謂的在家網購 或者是叫美食外送 它都有額外的加碼 所以這張卡片也是你瘋狂累積Line points點數 非常好內容的卡片 所以如果你想要累積Line points 以上三張卡片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最後的部分呢 我要跟大家聊一下這個寶可夢的整星小秘密 因為呢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檔活動是跟中信有合作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你可以A到什麼好康呢 往下看就知道了 來我們這邊這個表格呢 就是簡單的讓大家知道 你可以去猜測一下 你可以最高拿到多少優惠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是中國信託新戶的話 你可以拿到多少錢呢 依據不同的辦卡優惠 你可以拿到不同的回饋 比如說後面的那張中信中有卡 新戶600 然後如果你用的是這個 中信Line pay卡的新戶就是500 不同的卡片有不同的這個新戶禮 或者是你用中信ANA聯名卡 也有ANA聯名卡的這個新戶禮或買額禮 這個是自己可以決定的 再來就是買位數位賬戶 現在開戶終於有好康了 到底有什麼好康呢 趕快算中信官網 它上面有寫 第三個就是卡板幫我們有獨家加碼優惠 如果你是沒有中信卡 也沒有買位數位賬戶的朋友 請你把握機會 這個七月份的時候 一定要來參加本團的優惠 你就能夠把三個combo都拿完 所以呢今天非常開心的 跟大家做一個優惠速報 就是中信Line pay卡的新的權益更新 卡面跟大家分享 然後還有我們的正星小秘密 希望你會希望我們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內容 好嗎 如果你覺得 寶可夢講的東西還不錯 然後也是覺得有幫助的話 請你趕快來訂閱 然後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優惠訊息 馬上通知到你家 然後呢趕快把這個影片 公開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大家一起來享受中信Line pay卡的升級優惠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